我们为什么会对那么多的不确定性而惶恐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规律 有的人在探索这个规律的过程当中 他倒下了 用悲剧意识去消解他对这个世界的迷茫 这个世界的规律怎么去拆分 我相信一点就是 世上无难是只要肯拆分 现在他说话他越来越像人了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可怕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惊喜 甚至有点振奋 就我觉得这个他是不断的是在模拟 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 再去模拟人的解读和输出 我有看到他这样子去成长 但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不止于此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在解读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给了我很多惊喜 但是目前啊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人工去解读 具体的一些遇到的问题和遇到的事件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同样的给他同样的一个真相 给他同样的一个盘 或者说一个牌 那他可能不同的人 问不同的问题 在不同的时间 问不同的问题 都是这样的一个牌 他能不能解读出其中的区别 可能作为一个目前阶段的 一个命力的AI产品来看 还达不到 这其中实际上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参与过来 这个是目前现阶段的 这个AI还达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成长的话 确实挺惊喜的 现在的AI它可能比原来更加的优势了 尤其是它现在 已经有一点点像人说话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我也非常赞同林老师说的 就是它还是很难和人 去做一个直接的对比 因为我前段时间也用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AI 它现阶段给我来说 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固定的模板 就是我可能 我这个人的数据和别人的数据丢进去 可能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 是不是人和人 有一些具体的区别 可能这个也是 AI和人类真实的一个战性 是它的本质上的区别 就是我觉得是 人它会比较有情感 AI它可能知道 你有这个信息而已 它会把信息当做信息来处理 但是它没有情感 它不知道你人背后的一些 可能很多 尤其是在人与真实的战性 是在交流的时候 可能它的信息 会问得比较详细 可能现在也是一个AI的弊端 就是说 AI它会收集你的一些信息 但是它收集的不全面 或者是你的有一些信息 给出来的错误的 它就会给你一连串 整个都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你们用下来 AI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用的怎么样 我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前几天的时候 我就用了我们的心像 然后去这个AI上面 就是试了一下 感觉就第一次试的时候 是比较惊喜的 因为它解出来的这个 我觉得 反正跟我想象中 就基本能够对应得上 对吧 就虽然说可能有一些 能够发散的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 基础的基本上都对了 好 第二个我再留一个 就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 进去了之后 我就发现出错了 我记得一开始跟林老师 以前我们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挺兴奋的 就觉得说 哇 这个如果AI真的能够代替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解放了 或者是说 我觉得很高兴 如果真的能够代替我们 真是解放出来了 对 就是当时 你们不会觉得 就是AI真的代替了 占星事的话 就会给你们抢饭碗 不会啊 我们在成长啊 就是这些基础的 狐狸活啊 我才不想干呢 就土法炼钢 就土法炼钢 效率极底 其实我们应该解放出来 干点别的事情 对 日本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 AI的 就是占星的一个APP 那个APP叫做 Hotoki Hotoki AI 它不是一个占星的 它是一个 叫做佛学的 像是一个佛主义 学院的一个东西 有很多日本人年轻人 会去那个地方 去做一些内心的咨询吧 应该这样子说 树洞 对 它是 比如说有些人 他会说 我怎么样可以支付啊 我的爱情在哪里啊 问的问题和占星事的问题 差不多 我的接下来 我的运势要怎么样啊 就是我的家人 能不能让他健康啊 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佛学院 出产的一个APP吧 它的咨询是99块钱 你可以问100次 然后这个 这个与佛对话的APP呢 上线的大概时间 有三个月 收集到了40万份的 一个咨询的量 这非常惊人啊 在日本 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又廉价 然后又产出率又高的 99块钱 可以问100次嘛 它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 它对普通的一个 占星式的冲击量 还是很大的 对 但是呢 它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集中的反馈 就叫做 给出来的答案 可能会和你想要的答案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人类的一个真实的占星式 它知道你 问这个答案背后的 一些情绪的价值 和一些真实的反馈 就拿这个说 我能不能发财 这个问题来说 这个问题在那个APP上面的 咨询量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AI 给出来的答案是 就是说 它会说一些 很多事事而非的话 可能会说什么 财富不一定是 什么幸福的源泉 你可能不能把财富当作 你人生唯一最初的目的 你还要追求结的 就是这种 类似于鸡汤的话 但是别人听下来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到位 就是你没有给我一个 想要的 就是是或者是不是 或者是一些其他 让我更有信心的一些话 它这个解读的逻辑在哪 你说那个叫 Hotalki Hotalki的AI 然后它其实 它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它有没有一个依据 其实我觉得 它是和那个Tradgy比较像 它就是搜集了很多 就是类似于网络 谷歌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 既有的网络上的信息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 他自己把它给杂揉 完了之后再去 随机调取一些信息 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那实际上是跟你的这个问题 它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逻辑分析在 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它AI和人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区别 因为AI的逻辑 它是收集了大量 可能海量 可能就是过往 20年所有的这些文章的 或者是视频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论文 但是呢 它不能针对当下 就是那一个moment 那个人问话的一个情绪 去给你一个比较 准确的答案 这就是AI没有情商 虽然它的算力很快 它可以随时随地 99块钱问100次 它还不厌其烦 但是呢 你问的后面 你就觉得 它和人的沟通 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 其实我觉得它 这个产品 如果说 它的目的是为了解读 就给你一个答案 我什么能发财 这样一个答案 它根本的硬伤 不在于它没情商 而在于它没有一个框架 其实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 未来什么时候能发财 或者说 未来什么时候 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世界的逻辑 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但是它没有把这个逻辑 算法 编到它那个程序里面去 它只是在海量的一些 没有算法支撑的 一些信息里面 去随机调取 但我觉得如果说 它哪怕现在 先不进化住 情商这个东西来 如果说这个逻辑 它给编程编进去了 然后再在这样一个 特别海量的信息里面 去调取 比如说人文环境 比如说各地区的 经济情况不同 然后再去定义出 可能或去模拟出 你的这个工资水平 你的salary 在哪个范围内 这个它 我觉得它应该是 可以做得到的 它缺少的 不是说情绪 这情绪可能是 在解读的时候 你的丝滑度 但如果说咱们 只是就着准 还是不准来看 就我觉得 从命令的角度上 是可以去达到的 因为预期说预测 不如说我们 是在解读规律 或者说我们 是在翻译规律 就如果说 我们为什么会 对那么多的 不确定性而惶恐 为什么不确定 因为我们 还不知道规律 但如果说 你知道规律的话 就像什么呢 就像有的人 他是所谓的 这个三纪人 就三纪人 当他不知道 有四纪的 这样一个规律的时候 他可能就在 他的这个三个季节的 这样的一个裸机里面 他在那里打转 他会碰撞出 他的一些烦恼来 但如果说 你知道这个世界 还有四个季节 你知道冬天会来临 冬天来临之后 春天又会到 但这个三纪人 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在 这个烦恼里面打转了 如果说你知道 更多一点点的规律 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 接下来会怎么发生 就像春江 就你知道这样的一个 微小的这个信心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规律是什么 其实我们 就我们做命理的 不管是做占星也好 还是其他的命理技术也好 实际上是在 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 发现人类的规律 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世界的规律 怎么去拆分 人类的规律 怎么去拆分 怎么去细分 这些东西 这个是难题 实际上我一直相信 我相信一点 就是世上无难 是只要肯拆分 就你只要拆分的足够细 就是我们是可以用 就是我们 我相信人类的这个大脑 是可以探知到 不能说完全穷尽吧 至少能够探知到一个 更远更远的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整个世界 包括物质世界 包括精神世界 包括物质和精神之外的 一个世界的一个规律 当然可能我们 这个古人有说 就是什么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怎么来 什么什么的 一有太极 是是两一 然后两一升四象 四象升八卦 这个世界的运转的 一个规律 这个是非常朴素的 一个世界观 那实际上在 我们就不管是古人 还是现在 我觉得没有一个进化 或者说 这个落后和先进的 一个区分 都是在探索这个世界 其实随着时间的沉淀 我们会发现 就是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人 你不管是从玄学的角度 还是从宗教的角度 还是从哲学的角度 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规律 做出很多非常惊人 甚至非常感人的探索 有的人在这个探索的规律 探索这个规律的过程当中 他倒下了 就比如说他探索到头 他卡在 他自己卡在 那他出不来 他出不来 然后跟自己对抗 就会诞生一些悲剧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 探索的过程当中 用悲剧意识去消解 他对这个世界的迷茫 对这个世界的 不确定性的一个迷茫 但是这也是因为 之前有那么多人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倒下了 然后后人可以站在 他的肩膀之上 再去往前探索一步 我觉得我们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玄学是探索 这个世界真相 探索人类的真相的过程当中 其中很小的一环 但是我们要清楚 我们的这个目的 就不是说了 这个拿了这个玄学的东西之后 我来作弊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 帅哥美女 不是这样子的 是探索一个真相 当你吃到这个规律之后 你人生的很多烦恼 就会解决了 因为你的未知的这个框架 你会打得更开 就像 就前段时间 我正好是在看那个 看那个去源 就很有意思 他到很多的优秀的 这个作品是被贬之后 写下的 包括他的那个天问 碎骨之初 谁传道之 就然后他发了 这个一百七十多问吧 他就问天问地 问社会 没有答案 其实他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当自己困顿在人生当中 困顿在宇宙当中之后 他向这个人生 向宇宙去发问 然后没有找到答案 他进一步小解 然后慢慢地 他的很多的作品里面 他也是会透露出这种悲剧意识 包括后来他的 他有一个就是 渔富 就是撑着船在河里的一个 一个老翁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样渔富的一个角色 经常出现在古代的作品里面 庄子讲过渔富 然后那个屈原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渔富 他非常困顿的时候 走到那个河边 就非常消沉 然后就来一个渔富 就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 这么这么丧啊 然后这个屈原就说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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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天下世人皆罪我都行 就这种东西出来了 然后那个渔富就说 你看 你看这一浆水 苍浪之水 苍浪之水 清 可以干嘛来的 可以灼无心 但如果说这个苍浪之水 非常脏呢 苍浪之水灼 可以灼无足 我可以用它洗脚呀 就我可以顺应 这个时间的规律 但是屈原来 就是很潇洒的一句话 他这些原话我忘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去 跟这个世俗同流合污 我宁死不去 后来他在那个 最后的作品里面 他就是说 我要一死一报 最后他就投降了 实际上他有对世界 去做探索 他在向天发问的时候 就为什么日月星辰 这样轮转 为什么天 当时他们已经有 这个天到这个十二宫了 为什么天空当中的星区 要分成十二等份 就是已经发问到 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 去跟这个规律 去做一个整合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其实在他的天问基础之上 后面还有 还有很多的文人 就是在去回答他的 这些问题 包括后面的那个张衡 张衡就是做 地动仪的那个张衡 他有在 也写一篇 就叫什么来着 就是他不是说去 回答那个 去源的那个天文 也是他在描述 这个宇宙的规律 就日月星辰如何轮转 找到答案了 月时是怎么来的 日时是怎么来的 我们宇宙是怎么来的 人如何与宇宙 去和谐共处 实际上后来他也被贬 那个张衡 他也被贬了 他被贬了 他的有一个文章里面 叫什么 他也写了这样一个渔妇 就渔妇这个角色 就是当人特别倒霉的时候 专门钻出来 来点你一下 他也写了这样一个渔妇 他就在那个作品里面 他说 我应该去找到这样一个渔妇 跟他归隐 天元 去过这种远离 世俗远离名利场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就可以自洽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就每个人他遇到 这个困境的时候不一样 但我觉得越往后面 可能当人 越对这个宇宙规律熟悉之后 会越自洽 就越不会把自己困在一些 非常简单的烦恼里面 所以吧 就是探索规律 就探索规律 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AI也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是林老师说的非常好 就是林老师刚刚前面 这一段话 就是解开了我对 这个AI和占星式的一个 能不能互相取代的一个疑问 就是AI他可以给你的答案 只是一个叫做 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呢 就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他在你对面 他会给你建立情感的连接 他会给你说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知道你问这个问题 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情绪 因为这些情绪 你在AI 它是很难识别出来的 这些情感的连接 才是真正一个 叫做人的占星式 或者是一个人的 叫做核心的一个价值 就是他会捕捉你这个细微的情绪 然后再回答你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后呢 再给你一些其他的一些 叫做心理疏导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意见 帮助你去理解 前面这个答案的一些内容 就好了 再给大哥 感谢观看